大家好 今天是9月2日 星期三 港股又是完全得到滿子 今天尤其是在三點打號的時間 整個大市 原來那個波幅 只有大概五十點左右 都真的很悶 但其實 悶悶悶 今天都有很多移動的板塊 還有一些股份 今天又和大家當作聊聊天 分享一下 其實我也想多說一些教育股 但是這個板塊 我一直都很坦白 也不是第一次說的 真的不熟 原因就是 我也是覺得 我們搞不清楚內地的教育制度 雖然 我真的曾經有看過他們的超股書 但真的搞不定 不過今天 他們的股價跌下來 簡單一點 如果可以解讀的話 就是說 內電方面 應該是加強這些監管 但加強監管之餘 他比較針對的 就是那些叫做K12 那些叫做幼兒 那些 所以今天 你看到一些 走勢也挺兩極的 好像銳建那些 還有一些幼兒 比較多的 K12 以下的教育股 跌實力是很厲害的 不過呢 如果你看到一些 我們說一些比較高 那些叫做高中 那些叫做職業先收的那些 那些 好像新高價那些 又沒有一點跌的 跌了2-3% 那些網上那些 還有得升的 新東方那些 還有得升的 所以這個板塊 我程度上 今天的走勢 都挺分化的 不過 如果大家有看開 就是大家 如果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有看開這些 叫做 這一類的價股的話 其實就是 政策風險的影響很大 因為政策 蓋起來 就馬上那些股價 馬上會跌下去 但是跌下跌下 又會反彈 所以 你說這把塊 撲還是不撲 又或者是現在 買還是不買呢 我反而會覺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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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C那些 好像新高價那些 又 可能好些 不過最糟糕的是 這個板塊 政策風險太高 而且 信心不大 因為 研究完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或者 不是太了解 所以 就是這樣 這個 其實 我想跟大家說 一件事 就是 千萬千萬 要明白這件事 是什麼 才好買 因為 過去這幾天 其實身邊有些朋友也好 甚至 做節目也好 有時候 那些 家庭觀眾打來 聽完都有點 其實有點火火的 但我火的意思是 就是 大家有時候 叫做 有部錢也好 那 你可能等十幾二十萬 去買一隻股份 當然 可能他有很多錢 但是 可能你是純粹 聽 別人的說 或者自己的店 好 你就去買 又 完全沒有想過 那些是什麼 到最終 如果真的 萬一 叫做 輸了錢的話 或者甚至乎買完之後 我們說 網上有很多這些 微信女 WhatsApp 群組這些 一旦你輸了錢的話 其實 沒有程度上 你都要 付負責任 因為 你是完全沒有想過 究竟這些東西 是可不可靠 這樣 所以 我去程度上 真的 不熟就不要玩 或者 那些股份 你是不懂的話 就寧願不佔受那個 所以 大家常常問 那些醫療股份 那些 新經濟股份 那些什麼 生物醫藥那些 也是 這個叫做 這些 教育股也是 這兩大板塊 但是 我真的自問 真的要 再可能 花點時間 去詳細研究 他們 那些 除了這隻股份之外 另外一隻 今天 如果說聲幅 是很誇張的 就是 元通 6123 那這隻 又升什麼呢 這隻最主要的 事源就是 他的母公司 好像在內地上市的 元通 就是 做出帝的 就被這個阿里巴巴 好像說 入股一成 那不是發生股的 是應該轉讓股份過去 那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即刻 即是 元通香港這隻 6123 就被炒起來了 而且 在收市的時間 差不多兩倍 兩倍幾 大概 其實很癡線 其實 市場這一陣子 就是說 很多股份 你越覺得可以癡線 就越升給你看 其實是很低 我覺得 感覺上 是很亢奮 但是 是真的有一點 現在開始要 步步為營 因為實在升得太過誇張了 但是 元通這樣升上來 我也嘗試去拆解一下 當然 你可以說 因為這些一定是 炒作的 但是 一早一早的時間 我沒什麼特別理會 因為 有時候的股份 你說可能 升一一倍 幾成的 就是經常發生的 但是元通這隻股份 又得意在 就是 它 叫做一些消息 是不是 還有 其實本身 我們說 武企元通這間 這間出大公司 都叫做比較大的 當它 下降越升越多的時間 我都不得不去研究一下 它 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隻股份 如果你問我那個看法的話 真的叫課源歸變 因為 如果你看看法行股數 其實只有四億幾 四億幾股 不多 那 它自己家的武企 還有一個 應該是一些 高管 格格文華 都差不多 維持六成八的股權 就是說 街貨 其實大概不夠兩億股 而且 你看看它的成交量 其實是差不多三四億股 整個成交量很誇張的 這些股份 其實是不斷轉手 轉手 轉來轉去 所以 你可以說 這一隻東西 今天明顯是 可能貨源歸變之下 不斷炒到這麼高 有沒有機會再炒呢 就看看 其實貨源歸變這些玩法 基本上 整天都發生的 但是炒到什麼時候 那些人開始扔貨 的話 就會想 但是你說那些人 扔貨 只要有人跟著買 的話 再炒上去 我說不行的 只不過大家要小心一點 這些股份 要極之小心 就是炒過這家東西 特別是這些股份 一旦 因為我剛才提及 含有供求關係 這個供應量少了 如果大家在一些 需求量很大的 就自然數個個格上去 但是一旦 那些人可以訂貨的話 就會很危險 所以大家有沒有貨多好 要很小心 這些股份 另外一隻 既然大家說了一些 車股 我見有朋友問一些內需 車、內房 那些 那些 我會說一隻 另外一隻 都跟車股相關的 的敏實 425 這幾天顯得很誇張 但是又很搞笑 其實試完上星期的時間 上星期在一些網台節目 那裡 主持人問我 那些汽車股怎麼看 我便說 當然我都看了 都普遍 都下半年應該 駁他 就說那些 那些 我又覺得 那些汽車股呢 升得太厲害了 所以 我又跟他說 不如 那些車要買的話 可能是敏實 425 那就是輕輕說一句 還有我會覺得 因為敏實 其實如果你炒汽車復甦的話 敏實 那些 不會怎麼猜的 他做些什麼呢 其實敏實做些事情 其實你可以說 比較上是 低檔次 對不起 沒有低檔次 沒有低檔次 是可以說 那個感覺上面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那樣 他做一些 類似的 一些 汽車 例如一些 車門 一些膠邊 做一些膠 還有可能做一些 門框 那些車的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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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你看到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 不要忘記 這些產品 你是 連少少錯的機會 都不可以 因為那些 解釋你是 可能欠了0.1 或者欠了1mm 也好 你想一下 那些門 那些膠 以此 你選了1mm 多的機會是會滲水的 所以 對於那個技術的準成度 其實是很高的 那他會做這些 而且是全球應該最大 那 而且他現在突然間 有些 又說做一個 Tesla 供應商 雖然 其實你可以說 他供應的量 5萬件的 女製品 很少的 但是問題是說 第一 Tesla 效應 第二 其實有一個trend 就是 為什麼我這麼強 女製品呢 因為女輕身 所以現在 如果你要把車 減重量 如果負重量 減輕的話 很多現在的車 都用鋁合金去做 即是鋁合金去做 所以對於你說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問實來說 有多些商機 還有他做一些 叫做一些 電池的盒子 就是現在說 可能一些 充電池的盒子 他現在為了做 所以賣點是有的 不過現在這個價格 升太多急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 回到電線買 我想你說有機會的話 可能大概28元 以下才想 不過這隻 這隻是長線 如果解釋 有車企的話 這隻也可以 但如果說到內地方面 可能之前經常有些水災 這些 炒了一個重建概念的話 車呢 我覺得都可以 獨一想一下 特別是因為 我傳統上 內房 那個情況 有機會可能會 沒有這麼樂觀 即是之前我也覺得是樂觀的 但問題是 現在呢 有一點點隱憂 因為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說 要去槓桿 那對於一些 內房 即是他現在覺得 要內房的房企 今年要減債 和去槓桿 所以 某程度上 可能逼內房 特別是高負責的 那些 可能要賣樓 就是要套現 所以對於內房來說 這個是有些變數的 但相比之下 刮割機這些 又不怕 又真的OK 因為很多 都叫做基建 可能要重鋪 路面 機建 可能會做多了 而且有很多 重型機械 這些機械 都可能有一個 叫做跟換期 可能之前用的 年期 已經 十幾二十年 要開始跟換 所以 刮刮機 我覺得可以 另外 車 剛剛提到 民實都可以說 比較懶敲 這些股份 但是 車股現在 好像 吉利這些 似乎 我也覺得 炒得太厲害了 雖然有 科創板 這些消息 但這些價錢 買不下手 這樣 那 2018 這一隻 我不喜歡 我也第一次說 2018 我經常都說 你論技術上 他在光學那邊的話 你買信譽好過 信譽可能好很多 但現在信譽又怕華為 整個板塊 其實現在的變數 這個不明朗因素 相對比較多 所以 如果你說你沒有貨的話 又不見 你買了一包你有貨 有垂星有貨的話 希望可以彈回一點就離開 一四十多元左右 不過垂星也很古怪 要彈一下彈很快 如果可以的 你考慮一下 如果解釋他現在這價位 升到大約五十多元左右 你可能先減少一半 對 減少一半 另外那些又 拿著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彈的時間 回到家鄉 再想 另外 首先 6060 應該是 縱安 縱安 我就不太喜歡 我都維持回家前的說法 我對他都沒有印象 所以這隻 沒有 我會覺得你自己研究一下 我對他真的沒有好感 雖然很多人買 很多人說他唱得很好 但是 我真的看得不樂觀 接下來 看看高通脹 買什麼股 其實高通脹 你要抗通脹的話 應該買金 是買金的 應該是要的 但是 但是 金礦股 或者這一段 買金 很不好 我覺得 現在 直播 這價位 不吸引 因為現在 大概回到197 至2000元左右 我覺得 短期來 再爆股的空間 不會太多 反而 第一 這一段 美匯指數 進來 金價也彈不回歷史高位 第二 可能 央行有機會 會沽金 即我這一段 所以 金價又 或者說金 等錢也不少急 另外 例如 Costco 麥當勞 電子支付 反而 電子支付 我會覺得 情況比較樂觀 但這件事 關於高通脹市 未必有關係 但是 電用範疇 或者電用的頻率 只要原來高 Costco 和麥當勞 麥當勞 其實這些 跟高通脹 好像 沒有太大關係 高通脹市 應該是 你買一些 金股 但是 有時候 高通脹市 反而有些說法 可能會買一些食物 食品股 以前我記得有時候 有些 港牌 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Costco 和麥當勞 我自己覺得 Costco 會相對吸引一些 都不是第一次說的 我一向喜歡這隻股份 不過 我只是自己未熟一手 麥當勞 麥當勞 就 不知道 我小研究他 但是 我覺得 麥當勞 這些店舖 這些店舖 都受到現在 越來越多的競爭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我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 Costco 麥當勞 這些店舖 就不考慮了 對 今天就暫時 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繼續留言給我 我也會再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今天就先到這裡 拜拜